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婢女们恍然点头 哦 哎呀 公子真是太勇敢了 公子 这太危险了 下次你可不要这样了 车厢里传来应声谚语 洒了一路 你那路上的行人不由侧目 一行人很快沿着大路远去了 妇人觉得自己躺在羊毛堆里 软软的 暖暖的 太舒服了 她是在做梦吧 这个念头闪过 妇人猛地睁开眼 青涩的木杖映入眼帘 我在哪儿啊 木杖被人拉开了 明亮的日光顿时洒满室内 慌得妇人闭上眼 七娘 你可真能睡呀 真出来当夫人了 另个夫人笑道 在榻前跪坐下来 扶着床榻叹息 七娘适应了光线 睁开眼 要起身 却觉得头疼欲裂 她说道 三娘 我这头怎么这么疼啊 三娘笑了 你昨天灌了那么多久 不疼才怪呢 七娘想起昨天的事 挨着头坐起来 她一面说 一面起身 哎呀 哎 真是的 哎 我竟然吃醉了 这想什么话呀 来伺候人家 自己吃的烂醉 又睡得这样死 哎哟 话音未落 门外有人敲门 早饭送来了 两位娘子 请用吧 七娘伸手指着外边 说道 你瞧瞧 你瞧瞧 吃喝还有人伺候着 三娘笑着起身 那就快些吃 吃完再去伺候 我试才去看过了 娘子带人进山了 成家院内 一个仆妇脚步匆匆 引进门时 不小心踩到一片雪 差点滑倒 她树梅喝到 这是干什么啊 都瞎了眼吗 一旁两个丫头忙跑过来 拿着扫帚打扫 再敢偷懒 戒了你们的皮 妇人喝到 伸手 狠狠地戳着小丫头的头 小丫头也不敢回嘴 低着头 茫茫地打扫 看着那妇人向厅堂急匆匆而去 屋子里散发着浓浓的药味 承大夫人正亲自给才吃过药的承大老爷 递上手筋擦嘴 又整理了下扣枕 扶着承大老爷躺下 承大老爷的面色带着虚弱 似乎 躺下这个动作也费了他好大的力气 长长吐口气 夫人站在室内 欲言又止 承大老爷闭着眼问道 什么事 夫人低下头 结结巴巴地说 也 也没什么 说 话没说完 就被承大老爷打断了 他喝道 我那天都没被气死 如今这世上没什么事能气死 我都不怕 你们怕什么 承大夫人忙伸手给他扶着胸口 他劝道 哎呀 不是说您怕 是怕你费心吗 大夫说了 你这病要静养的 此时不费心 将来只怕更闹心 有什么事就解决什么 说 是 官府里来 让去过堂问案子 还要查账 他们敢 承大夫人色便站起身 喊道 夫人低着头不敢说话 承大夫人气得发抖 那两个铺子 已经被他们逼得 关门了 疯癫了 他们竟然还敢伸手伸到我家里来 他们知道 我这铺子关门一日 要损失多少钱吗 他们 当然知道 他们 他们当然敢 你见过 咬了肉的恶狗 能轻易被吓到松口吗 更何况 他们有理有据 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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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的人 还追着告呢 承大老爷 一面说 一面粗重的喘气 还伸手指向南边 他的话说完 自己一愣 那边 他为什么要说那边 那个娘子明明是他们这边的人 程大老爷吐口气 重重的躺下 还想法子 请他回来 如今只有凭内乱 才能洗了外患 要不然 那些人真敢要把我们程家 扒皮拆骨啊 他们敢 程大夫人惊恐地说 程大老爷闭上眼 没有说话 似乎已经用尽了气力 我有什么不敢的 知府衙门里 穿着家常道袍的宋知府说着 一面自珍上一碗茶 对面的青客点头 有人告我们就得查 不管才是事实呢 正说话 两个牙医急不进来 他们说 大人 程家人说 大老爷还病着 所以暂时不能过堂说爱 这在知府大人的预料中 文言 只是笑着笑 他对青客点了点头 小姐妹 他们怎么回话的 不是骂咱们的人滚 而是脱病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们怕了 没有人不怕 宋知府端起茶碗笑着 看着精美的白纸茶碗 这世上没有清清白白的人 如果要茶总能查出事儿来 谁人不怕 更何况 他将手中的茶一饮而尽 才看着青客再开口 那秦家的人 还住在那个店里 青客点点头 大多数不出门 偶尔出来也就是吃饭 并没有跟任何人游来往 宋知府摸了摸下河 自言自语道 真是奇怪了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呢 两个仆妇走进南城这里 这一次看到成娇娘的院门打开 不由带了几分期盼 向内掌望 一个身影闯入视线 他们不由一喜 张口就喊了声成娘子 成娘子 我家娇娘美在 成二夫人带了几分得意 摆着手说 你家 这时候成了你家的了 两个夫人低头负义 抬头却不敢说什么 他们陪笑着问道 那叫娘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成二夫人吼声说 该回来的时候 自然就回来了 两个夫人讨了个没趣 只得转身走开了 迎面见成二老爷家的两个仆妇 低着头 匆匆过来 如今大房和二房 基本上是水火不容了 两箱打个照面 谁也没说话 走开了 我回去 我回去干什么 把我打出来 就这样想让我回去 没门 身后传来扯二夫人的声音 两个夫人没有回头 转过巷子 听不到了 母亲 成妻娘从屋内走出来 看着赶走了二老爷 派来的仆妇的成二夫人 一脸委屈 用虫子咬的我睡不好 看着短短几日 由粉雕欲浊 变成枯黄小村女的女儿 成二夫人也是一脸心疼 别说女儿睡不好了 她哪里睡得好 她的视线落在正面 屋门绑开着 方才那丫头才收拾过 似乎去烧运倒 准备 烫烘被褥 她开口说道 反正你姐姐也不在家 不如去她屋子里 先躺一躺 成七娘反而露出几分嫌弃 我才不要去那傻子的屋里呢 别一口一个傻子 咱们女儿俩能不能翻身 劝障着她呢 成二夫人低声呵斥 她说吧 拉着成七娘迈步走过去 拉嘎另外半边屋门 室内暖暖扑面 清香悠悠 成二夫人不由愣了下 秦太香 她忍不住说道 据说 这是当今天下最好的新香 曾经家里也才卖过一段 后来被成大夫人 以太奢侈浪费为由 去掉了 换做其他的 虽然也很好 但成二夫人 还是觉得不太满意 用过好的 谁愿意 带用刺等的 没想到 这孩子 竟然用的是这个 成七娘不识得这些 她只知道 自己这几日 都快要被熏死了 这里的香气解救了她 但没有丝毫迟疑 迈不进去 她立刻宣布 母亲 我要睡这里 成二夫人拍了她一下 没说话 也跟着迈进来 带着几分惊讶 打量这个屋子 比他们住的屋子 大不了多少 墙上挂着竹席尾果 地殿草席子柔软 随着看 成二夫人的神情越来越惊讶 这 这是吴珊先生的画 他忍不住说 看着那张屏风 忍不住伸手抚摸 这做工 母亲 母亲 你看 你看 这灯真好看 这上面还有花 程七娘说着 未坐在地上 看摆着的灯 细白的纸灯笼 安坐在雕花台上 齐上 简单的线条 勾勒一朵 半开的荷花 墨干 他伸手点着 旗上的落款 程二夫人 又倒吸一口凉气 跪坐过来 不可置信地 拿起灯看 眼睛瞪大 是燕州墨家的灯 这可是进宫的人家 外祖父不是也有吗 程七娘也认出来 在哪里见过了 瞧了别嘴 哎呀 你外祖父 那可是当宝贝 别说用了 就是拿出来看 都舍不得 程二夫人说着 一面转着这盏灯 他就这样 随随便便地 拿着用呢 糟蹭呀 叮当响 程七娘又拉开了 那边的炸足案 一了一声 哎 母亲 他这个鸡案 跟双路棋盘似的 母女正看着 门外脚步声响 半琴惊讶地喊道 你们干什么 程二夫人 马有些尴尬地 放下手里的灯 那边 程七娘嘟着嘴 将抽屉 咣当一下推上 程二夫人说 我们看看 有什么要帮忙的嘛 半琪说道 快出去 快出去 这种一脸嫌弃 程二夫人倒也见过 当家中有低等的仆妇 不小心进了屋子 被自己身边的仆妇 去赶的时候 你喊什么喊 你不过是个瞎人 程七娘喊道 她虽然是小孩子 但小孩子却更敏锐 再加上 这几日 借连发生的事 当感觉到这丫头 毫不掩饰的嫌弃好 她终于忍不住了 我就不走 我还要睡这里 程二夫人还不至于 像孩子这般肆无忌惮 她陪笑两下 说道 半琴啊 你看 焦娘也没在家 不如让七娘 先在她这儿睡一下好了 她一面忙要指着卧榻 我们不睡卧榻 睡这边垫子就好了 二夫人 那怎么行啊 娘子不喜欢别人在她屋子的 连我晚上都很少在这里睡呢 哼 你算什么样 你不过是个瞎人 听到程新娘的话 半琴张红了脸 要说起口舌 她既比不得 跟了张老太爷的青梅 更比不得张老太爷家的素心 看着囧装的丫头 程二夫人心里暗笑 她笑眯眯地说 半琴啊 七娘是她妹妹 年纪又小 就先让她睡这里 我想 焦娘在的话 也不会说什么的 半琴咬着下唇 看着屋内占母女二人一刻 一句话不说 一跺脚 转身出去了 程七娘冲她的背影 呸了伤 呸 一个小蹄子 还敢在我跟前摆谱 再打你一巴掌 有你哭的 她一面说 一面扑通躺下 真展开了胳膊腿 舒服地唱她一声 嗯 哎 这才是人该住的地方 程二夫人笑着 伸手抚摸她头一下 继续环视四周 这么看来 这屋子里 看似简单的摆设 都不简单 竟然用的都是上好的东西 这周家竟然这样的有钱 而且还对这个女子如此的舍得 她低头 对程嬌娘说 一会儿 烧个水洗一洗 你就睡 话一未落 就听见门外脚步声乱响 半琴去而复返 身后 还多了草管事等几个随从 程二夫人看着他们说 你们来得正好 替我去家里拿些 把他们给我扔出去 她话一未落 就被半琴打断了 半琴伸手指着他们说 扔出去 什么 程二夫人还没回过神 就见几个随从迈不进来 不由分说地伸手 你们想干什么呀 放手 放手 烦了 烦了 尖叫声和声声 在院子里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